迪丽热巴与赵丽颖的对比,撞衫不可怕,谁丑谁尴尬。 俗话说得好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这句话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,尤其是在娱乐圈的女明星,风格就那么多,造型也是换来换去,不小心就撞了衫,撞了造型。 又有俗话说,撞衫不可怕,谁丑谁尴尬。 尤其是在动不动就谁谁谁咽压谁谁这种通稿下,真的是谁丑谁就干了个尬啊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迪丽热巴近两年崛起非常快,央视证据阿纳尔罕出道的她,一部克拉恋人中的高文萌翻了无数人,圈粉无数,势头很猛,赵丽颖从冯小刚的广告片出道, 但最近几年才靠作品《山山来师》,陆珍传奇大火起来,两位都可说是新近流量小花。 这种情况下,撞衫和撞造型自然大家都会将两者放一起比较了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迪丽热巴和赵丽颖都是长发中分,迪丽热巴的脸显得更加立体,比较有女人味,而赵丽颖圆圆的脸甜甜的笑容也十分可爱,只是中分长发可能更适合显得成熟一点的迪丽热巴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迪丽热巴赵丽颖偏分的长直发,穿着修身的连衣裙,勾勒出身体曲线,显得非常妩媚。 为赵丽颖,赵丽颖偏分的长卷发,配合抹胸小短裙,带点婴儿肥的脸显得非常的小女人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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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迪丽热巴扎着高马尾,露出光洁的额头,脸部轮廓十分清晰,高鼻梁健眉星目,有种非常英系的感觉,即使长发眷眷也给人一种很利落精神的感觉。 这样的迪丽热巴看起来非常有气质,像混血儿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赵丽热巴扎着高马尾,圆圆的头型和俏皮的甩来甩去的马尾让她看起来十分可爱,又有青春活力。 平时圆圆的小脸把头发扎上去以后露出来,婴儿肥显得没有那么明显,多了一些脸部的轮廓,但是仍然非常柔和,给人一种亲和力,很有学生气质。 这样一对比发现迪丽热巴和赵丽颖虽然走的路线不同,造型确实非常相似。 只是相似的造型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,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呢?欢迎留言讨论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